大家好,我是涛哥,一个把电影当故事讲的电影解说 虽然生活窘迫,但是每个人仍然在努力乐观的生活着 而床上的母亲平时通过有事摇铃来呼唤家人 某天母亲出现了回光返照后便突然去世了 母亲葬礼过后,父亲为了减轻家里的债务决定外出打工 然而就在葬礼过后不久,大哥在晚上再次听到了熟悉的摇铃声 诧异的大哥来到了母亲的房间查看 悬空摇晃的铃铛猛的落在了地上 大哥是被吓坏了,转身跑回房间瑟瑟发抖的躲进了被子里 随后家中开始出现各种古怪的事情 孩子们时不时的会看到王母的鬼影 某天半夜,两个小儿子结伴去上厕所 途中经过走廊,小弟看到母亲的遗像害怕的不敢走过去 于是二弟就找了块白布想盖住遗像 结果没想到这一盖却盖出了一个人形 紧接着人形朝着两人扑了过来 两人哭喊着跑开,女主纹身赶来 而白布仍然好好的挂在遗像上 其他的什么也没有 女主以为是弟弟在大惊小怪 转身就忘了这件事 然而就在这之后不久 邻居却告诉女主 自己曾在女主家的窗户上看到恶灵 女主起初并不相信这种鬼神之说 依然没有把邻居的话放在心上 而没想到的是 女主回到家后就收到了奶奶离奇死亡的消息 女主不得不起了疑心 根据奶奶未寄出的信件地址 女主找到了一个研究神秘学的老头 老头是奶奶的老同学 接着在老头这里 女主得知了母亲的秘密 当初奶奶因为母亲一直无法怀孕而耿耿于怀 母亲为了求子 不惜和恶魔定下了契约 在恶魔的帮助下 母亲终于顺利的怀孕 并诞下了好几个孩子 在临走前 老同学还送了女主一本关于神秘学的杂志 接下来的日子里 二弟也开始出现了不对劲 二弟开始纯色发白 眼圈发黑 神情也异常的呆滞 半夜二弟突然梦游 同住一个房间的小弟 更是因此受到了来自二弟的威胁 小弟不敢继续待下去 只好躲到了走廊上 结果走廊上的恶灵 也在对着小弟虎视眈眈 可怜的小弟被吓得担感剧烈 转天 女主在家的门口箱子里 发现了精神衰弱的小弟 眼看着家里出了那么多莫名其妙的事 女主之前的无神论也发生了动摇 于是女主翻开了奶奶老同学给了杂志 从杂志里 女主了解到国内有一个 崇尚恶魔的邪教团体 这个团体专门为不孕不育的妇女服务 而当那些妇女受到蛊惑 为了生死与恶魔签下契约后 也随之就成为了邪教徒 沦为了恶魔的走狗 与此同时 作为对恶魔的回报 邪教徒们需要献上自己最后一个出生的孩子 当作祭品 当孩子年龄满七岁后 就会被活死人带走 于是女主母亲为了保住自己的孩子 不停的想方设法 在最后一个孩子满七周岁前再生一胎 而唯一阻止恶魔的方法就是家人团结永不延弃 很快再过三天 家里的小弟就要满七岁了 女主情急之下找到了神父求助 但是很明显 神父也没有什么解决的好办法 只能教女主没事在家里多进行祈祷 希望女主的诚心能够让上帝显灵 然而这种虚招并没有什么用 晚上就在女主祈祷时 恶灵幻化成母亲的样子杀了过来 女主吓得不行 赶紧带着一家人来到了神父家避难 到了第二天 好心帮助女主的邻居遭遇了车祸恨死 晚上小弟也被抓进了井里 恶灵疯狂的发动了攻击 这时神父看到了这一幕悄悄的眼上了门 显然神父也是邪教成员之一 关键时刻父亲回到了家 大家来不及解释 父亲听到儿子落水 便一头扎进了井里 最后终于赶在恶灵伸出魔爪前救出了小弟 由于得知了祭品的秘密 女主针对母亲的死亡质问起了父亲 而父亲也终于承认 在母亲临终前的那晚因为巨大的经济压力 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来 最终父亲不得已亲自告知了母亲 为了孩子们着想 希望母亲能够放弃生命 安静地离开人世 由于父亲的放弃 于是母亲便在那晚被恶魔给带走了 知道真相的女主 也不可避免地表示了自己对父亲失望的心情 然而容不得两人多说 恶魔因为得不到祭品开始发怒 屋里瞬间狂崩大作 周围变得一片狼藉 结果父亲此时却只知道坐着愚蠢而无用地祈祷 然后带着女主和大哥躲进了房间 对小弟的呼喊视而不见 年幼的小弟扛不住狂风 眼看着马上就要被刮走了 这时同样在外面的二弟终于看不下去 冲胀前就走了小弟 狂风也很快就平息 周围安静了下来 父亲此时来到了外面 看到附近聚集了大量不怀好意的邪教徒 父亲对着邪教徒不断地示威 坚称自己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家人 第二天一家人收拾好了东西打算搬家 结果一家人等了半天 预约搬家的车辆却始终没有到来 反而是神父找上了门来 先是假惺惺地对昨晚的事道了歉 然后又找借口留在了女主的家里 晚上女主意外地发现了邻居临死前留给自己的信 信上是老头最新的研究 研究表示最后一个孩子并不是祭品 而是撒旦的儿子 邪教徒们集队前来 则是为了给撒旦的牧者引路 很显然这个牧者就是神父 小弟留在身边反而会害死大家 之前大家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在起反作用 而奶奶的鬼魂得知了这一切 一直试图带走小弟保护大家 意识到大事不妙 女主立刻赶去通知家人逃跑 与此同时 小弟也逐渐地开始向恶魔转化 而外面的活死人也朝着女主家围拢了过来 这时恶灵已经领先一步找到了父亲 为了保护家人 奶奶的鬼魂在此刻出现杀死了神父 接着父亲被惊醒 一路来到了楼下和家人会合 现场一片大乱 大家趁乱合力把恶灵和小弟关在了门外 电影的最后 奶奶负责断后 一家人在奶奶的帮助下 终于成功地逃走了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 请不吝点赞和转发 recomend订阅